好 最近的画面来看到 这是在凌晨三点多的辛亥隧道 怎么突然跑来了两只不速之客呢 真的没有看错 是两只鸭子在隧道里头逛起大街来 很多行进的车辆以为说自己半夜眼花看错了 刹车来不及差一点撞上去 之后呢 警察赶到了之后 双面包夹才把这两只鸭子抓起来 机车在隧道里呼啸而过 一旁竟然出现两只鸭子在逛大街 只见他们摇头晃脑 漫步行走 有车子差点闪避不及 一面撞上 民众赶紧下车赶鸭 好不容易将他们赶到寒冬 不过两只鸭子实在太调皮 又跑回隧道玩耍 两名警察赶到现场立刻展开围捕 两只鸭子分头逃窜 一只刨给警察追 一只玩起 肉猫猫 辛亥隧道凌晨三点多 两只鸭子不睡觉 刨到外头纳凉 主人在睡梦中完全不知道 养的鸭子已经被捕 周星我侯雨翔台北报道 我侯雨翔台北报道